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來幫這個小果園這邊 然後設置一個可以移動式的自動灑水系統 這邊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要設置可以移動式的自動灑水系統 由於現在是季節是11月底 那通常11月底的時候 果園這邊會開始打洞 然後施肥 然後讓果樹明年有辦法順利繼續成長 那通常一般在這種情況的話 土壤是很硬的 那要打洞的話會非常的不容易 要等第一個就是老天下雨 或者是第二個自己灌溉 自己灌溉 那果樹又怕水太多 又不能一直長期灌溉 所以說才會想到第三個方法 就是設置可以移動式的自動灑水系統 那由於小果園不是只有這裡 還有別的地方 所以我是打算設置可以移動式的 例如在這邊會自動灑水 然後過了一兩天之後就移到這邊 移到另外一邊去 繼續灑水 然後再來就移到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達到一套 一套自動灑水 然後可以多用圖 好 那麼現在就直接開始施作吧 好 那現在看到的這邊就是做一個自動灑水器 會需要用到的零件 那零件當然不是只有這些而已 這個是一個組合 就一支灑水器的組合 那做完之後 然後接下來才會做自動灑水設備 那先從一個組合開始做起 這個是一個四分的塑膠水管 然後是後管 這是跑水用的 然後 這一個是灑水噴頭 灑水噴頭長這樣子 然後這裡有一個O型環 然後 我們跑水的部分 基本上只要有銜接處 就要用那個CAPUSHIRU 就是用這個CAPUSHIRU 等一下會分享給大家怎麼使用 然後 阻力在一起 然後 這個是四分的 有內羅牙的 呃 零件 水電好像叫這個叫龍頭 那這個是四分的 然後有內羅牙 那主要是鎖這個 灑水灑水噴頭的 那這個就是頂部的部分 頂部的部分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底部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四分水管 所以這個是四分的三通 然後就會裝在底部 然後等一下這樣就是一組 然後一組做完第二組第三組 然後底下再銜接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一次底下銜接的方式會比較不一樣 那等一下會給各位看 好 那現在就先來把這個零件做組裝 然後使用塑膠油 我會建議 戴上手套 這樣手比較不會沾到那個塑膠油 雖然沾到也是不會怎樣啦 那只是比較不會髒 然後 可以用一個不要的布 不要的手套 墊在底下 然後這樣等一下塑膠油才不會滴了 到處都是這樣子 那我這邊先來纏這一個 纏的時候就是要抓緊要抓緊然後 給不吸爐要有點緊繃 要有那個牙的痕跡 纏的時候要纏出牙的痕跡 那也不能太緊 太緊就斷掉了 然後是每一圈都要緊 然後這個我剛是纏五圈 然後這都有纏出這個紋路出來 紋路要纏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直接鎖附上去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黑色的Olin 基本上有這個 基本上應該是水不太會從這裡露出來了 那 多纏一個可不吸爐的部分 只是多一個保險這樣子 讓水更不容易露出來 那一般來講 只要是水不要太誇張的從這裡露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就不用重纏 那如果水從這邊露出來很多的話 那就是重纏 有可能是第一個纏不緊 第二個就是圈數不夠 所以如果你重纏的話可以再試一次 一樣的圈數纏緊看看會不會露 如果不會露就是代表剛纏的不夠緊 那假如第二次又露 那你第三次的時候 你可以多纏個一圈或兩圈 就比原本再多纏一兩圈 但是也是要纏緊 然後看會不會露這樣 那至於纏幾圈的話 這個比較靠經驗 那基本上自己在玩的話 多試幾次是沒關係的 那最主要就是要纏緊 好那接下來就是將這個組裝上去 這一套我是做示範 我沒有塗塑膠油 因為我這一套還有別的用途 那我會給各位看組裝上去的樣子 好這個就是組裝上去後的樣子 那像這個就是一套灑水器 然後這邊只要裝噴頭的話就是第二套灑水器 那中間只要再做連接 然後基本上你只要連接起來的話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灑水系統 那這一次的連接我不會用塑膠水管 因為我這是要做可移動式的 所以我不會用塑膠水管固定時 然後等一下會做給各位看 好那這就是這一次整個灑水系統會用到的東西 大致上是這樣子 這一個是四分轉三分 等於說這邊用四分水管銜接 然後轉三分出來 三分水管在這裡轉出來 三分水管轉出來之後再接上這個 這一個是四分的軟管 它四分的軟管可以銜接這個三分的水管 不用特別烤管直接插下去就可以用了 所以說這一次可移動性的部分 就是靠這個塑膠軟管來達到實線 我們只要組裝出這個灑水器 然後灑水器組裝出來 然後剩下的部分就用軟管 軟管的方式去做銜接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達到可移動性 就不會被這個 如果是用硬的塑膠水管的話 你這灑水器就固定死了 就很難再做其他用途 那如果你用軟管的話 你可以達到可移動性 那當然是要看你是打算怎麼使用 那我這一次是做這樣的方式 這樣子 那我現在來做組裝給各位看 首先先剪裁一截三分水管 那長度適中即可 接下來做四分與三分的銜接 這時候戴上手套 避免被塑膠油黏到 一般我們這個塑膠油在塗抹的時候 會塗抹外圈 外圈塗一次 然後內圈也給它塗一次 就內圈這樣塞進去就好 塗一次然後接下來兩個 然後接下來兩個給它塞起來這樣 然後塞的時候要塞緊 然後塞的時候要塞緊 我們把油 Elizabeth grave 還掉一下 水在按照 最後一EN 我們把油付進去 幾下 一個 炒麵 塞 Belgian 好 那麼現在這一組 灑水器的部分就已經完成了 旁邊會有溢出來的塑膠油 那可以看個人的龜毛程度 然後看要不要去整理這樣子 好 這一次主要是做三組 三組自動灑水器 然後串在一起就變成一套自動灑水系統 這個是尾端 尾端的部分就這邊進水 進水 然後最後一個要盲風起來 這個是4分的盲風塞子 它長這樣子 這個要另外去買 另外去買過 由於我的進水口是6分的水管 所以這裡是4分 4分水管 然後加一個轉接4轉6 4分轉6分 然後這是6分的水管 然後接下來我的進水口是在這裡 然後6分水管就插入 然後其他的水管都是3分的 這邊是3分 只要是銜接黑水管的部分 都是用3分做水管 好 那現在設備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去到現場做組裝師做吧 好 那麼現在工具就拿過來了 然後現在就只插 可以讓這個固定的竹子 那我現在來拿竹子過來 然後來開鋸 那一般竹子我們拿到的時候都會有很多枝結 就在旁邊這樣細細的 那這部分的話就會使用這個柴刀或開山刀 用刀背的部分 不是刀刃 刀背 刀背的部分 將旁邊的枝結去掉 那我這邊來分享給大家如何使用這樣 好 那這樣前面的部分就處理掉了 因為我們不需要使用到那麼長 所以說我只處理部分 然後接下來就來開始鋸 好 現在竹子也鋸好了 鋸的部分的話我會盡量鋸靠近這個節點的部分 因為等一下會使用這個鐵錘然後去敲 那如果你把節點鋸掉變這樣的話 等一下打下去會開花 所以說鋸的時候要盡量靠近這個節點 好 那現在就來設置可移動式的自動灑水系統吧 現在這個竹子就敲好了 等一下這個四分的水管會與這邊銜接 然後會使用 會使用這種鐵樹枝 一般來講這一種的鐵樹枝會鎖比較緊 那這個會鎖稍微沒那麼緊 那要使用哪一種可以看個人 如果不會爆水管的話就用這一種會比較方便 那如果會爆水管的話就是使用這一種 好 那接下來來做銜接的部分 好 那麼現在這一套就完成 然後我們將水管拉過去 然後做一個最遠的銜接做第二套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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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那麼現在可移動式的灑水設備就已經建置完畢了 總共這裡一支灑水器 然後用塑膠軟管連接過去 這是第二根灑水器 然後最遠的這裡還有一根 總共三根灑水器 那等一下來看它的效果如何 那我現在來去開水 好 這樣是很成功的 然後這裡有一隻蝴蝶 可能手機拍的話拍的不是很清楚 這三個其實都是有在運轉的 然後由於我也沒辦法太靠近 因為這個水會灑到鏡頭 所以說我必須要在這個有點距離的範圍去噴 它其實有這樣飄 所以水霧會這樣飄 那剛開始使用這個可移動式灑水設備的時候 要先留意的就是水壓夠不夠 一般來講水壓可以支撐大概三到五個 灑水器沒問題的 就是一般水量的話大概三到五個 那剛用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特別是看末端就知道了 水的源頭在這邊經過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第三個灑油水就代表前面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剛使用的時候前面半天 都要留意一下會不會有爆管的問題 那如果有爆管的話就是使用 就是不要使用這個用手轉的 就是使用用螺絲起子轉的那一種 這樣就可以減少爆管的發生 那如果是前面六分管比較粗的管子 有爆管的話你們可以改用那種 兩個兩條鋼筋的那種鎖 它有兩條線然後一樣是會夾起來的 那種會比較緊 假如有爆管再改 如果沒有爆管的話其實是沒關係的 那這一次的可移動式自動化灑水系統 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了 那我接下來就是讓這邊灑水 然後可能灑個半天或一天 然後過了一兩天之後我之後再把這個拆去 拆去另外一邊做使用 只要有水管 源頭有水管 然後能夠接到這個灑水器 基本上你所有的這個場地 你要怎麼移都沒問題的 這都是可移動性的 那要下一次要拆卸使用也非常的方便 那這一集可移動式灑水系統的使用分享 然後就在這邊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好謝謝各位觀看 掰掰